接下來的這兩節課程中 首先這一節我們要安裝Aquia Damp 也就是Aquia公司所開發出來的AMP架構工具 然後在下一節我們會在Aquia Damp上面再安裝Druple 7 首先我們先來找一下Aquia Damp 打開瀏覽器到你所喜歡用的搜尋引擎裡頭 我們輸入Aquia Damp 找到以後我們來到第一條 這剛好是Aquia公司本身的網址 進來了以後我們尋找下載 在這邊 在下載這個部分你可以注意到它有兩個頁簽 第一個頁簽是Aquia Dupro 6 第二個頁簽是Aquia Dupro 7 Aquia公司把Damp包成兩個架構 是因為在Aquia Dupro 6 這個架構包裡頭它目前是Aquia Dupro 1.2.34 它包的是Dupro 6.20 重點在於說它使用的PHP是5.2系列的 然後呢在Aquia Dupro 7 這塊它包覆的是Dupro 7 而所使用的PHP是5.3的 這兩個不一樣 跟Tremple不太一樣的是在Aquia裡頭 如果是給Dupro 7來使用的話呢 它按照Dupro 7的系統需求 提供的是PHP5.3以上的版本 好我們來下載Aquia Dupro 7 如果你想要在Aquia Damp上面使用Dupro 6的話 那麼請你另外下載Aquia Dupro 6這一個工具 好我們先回到這邊來 我們下載的是 Windows的開發桌面版本 然後再往下 進行下載 把它儲存起來 OK 下載完成以後呢 我們把下載的視窗關閉掉 然後叫出檔案總管 來到我們下載的目錄 現在下載的是Aquia Dupro Windows版本7.01 這個版本 再來點按兩下我們把它執行安裝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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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它的License 下一步 使用它預設的 安裝路徑 然後注意到在這個時候呢 它會寫到一個 你的網站目錄要放在哪個地方 目前預設呢是在User user Sites Aquia Dupro這個地方 所以待會如果我們要安裝Dupro7的話呢 要按個位置來 所以請你先把這個 Site Location的位置呢 記起來 或者呢 請把它改到你想要放置 網站的地方來 好下一步 Aquia Dupro呢 安裝的時候呢 預設的 Apache 跟MySQL 的傳輸鋪呢 不一定是使用標準的 有許多AMP工具在 安裝的時候呢 可以讓你選擇一般 網際網路 工具所使用的 標準的傳輸鋪 而有些呢 它會採用其他的傳輸鋪 這是因為 通常這樣子的AMP工具呢 架構起來以後呢 是協助你來做開發 所以有時候他們的考量是 不會佔用標準的傳輸鋪 所以我們就接受 Aquia目前所預設的這個傳輸的位置 下一步 Aquia Dump呢 在安裝的時候呢 一併會把 一套Drupal 7安裝起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填入 我們Site的名稱 以及 在這個Drupal 7網站裡頭 最高的使用者名稱 我們把它填起來 Site的名稱呢 MyAquiaDrupalSite 這個呢 我們就先不更動它 那UserName的Password呢 因為在開發上來講到 為了方便記憶呢 習慣上我都會給它 兩個都叫做Admin 當然如果你是建構在正式網站的時候呢 不建議你取這麼通俗 又容易被拆到的 帳號跟密碼 密碼還要再 確認一次 接下來Email地址呢 你可以寫上 真實的Email地址 然後來測試網站本身的 mail功能 Aquia Drupal跟TWMP不太一樣的是呢 它本身在裡面呢 已經有架構好了 Email的 SMTP傳輸能力 因此你打上的這些Email呢 是真正可以做Email的測試的 而TWMP工具來講的話呢 你要另外再把 Mail的能力架構起來 好 填上我自己的網址 下一步 它告訴你預計安裝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Site呢 預計放在這個地方 傳輸鋪呢 Apache呢 是8082 Myseco呢 是3066 然後你會建立一個 Drupal 7的網站起來 在Aquia Damp安裝的時候呢 同時會安裝一套 Drupal 7的網站起來 它的名字呢叫做 MyAquia Drupal Site Username呢 就是這個網站的最高使用者呢 叫做Admin 它的位置 Email位置呢 在這個地方 下一步 下一步 這個可能要等一下 因為Aquia的安裝步驟比較細一點 好現在我們已經把Aquia Damp安裝起來了 然後它這裡有提到 看你要不要在 這個時候呢把 Aquia的 Damp架構工具呢把它執行起來 好我們按完成 這是Aquia Damp它本身的 工具畫面 你可以看到呢 它目前是一個 STOP表示說它已經啟動起來了 那麼它啟動的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Apache 再來是一個Myseco 至於PHP呢 會跟著Apache一起啟動起來 所以你只要看到這兩個綠燈亮起來了 表示說你現在的Aquia Damp工具呢目前是啟動中 另外一個是 請你在Aquia的 工具畫面上面呢 不要按關閉 當你按關閉的時候呢 它本身就整個 AMP工具呢就整個 關閉掉了 它不像Twamp工具 以Twamp工具來講 它會隱藏在 系統圖示上面 但是呢Aquia並沒有這樣做 所以如果你覺得Aquia Damp在執行的時候呢 這個畫面你覺得矮眼的話 請你把它按縮小 不要把它按關閉 這是 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第二個要注意的地方是 Tramp跟Aquia Damp 他們採用的傳輸鋪是不一樣的 所以理論上來講的話 這兩套你應該可以一起來執行 不過還是為了避免萬一兩套AMP工具呢 可能有所衝突 還是建議你在你執行的時候呢 一次只啟動一套工具來使用 假如你要使用Aquia Damp呢 那麼麻煩你把Tramp工具關起來 而如果你要使用Tamp的話呢 也建議你把Aquia Damp呢把它關閉掉 讓你的工作環境簡單化 這樣子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Aquia Aquia Damp呢預設就會安裝 一套珠婆在裡頭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裡按鈕有一個叫做Go to my site 你可以看到你目前有一個Local host 這個就是你剛剛所安裝的一套珠婆的Site 好我們來點按一下 這是搭配Aquia Damp工具安裝起來的一套珠婆系統 前面我們利用Tamp工具安裝珠婆的時候呢 你看到珠婆一套安裝的流程 在Aquia Damp安裝時呢 在它的底下全部都執行完畢 所以你也看不到到底它是怎麼安裝的 沒有關係我們會在下一節課程裡頭呢 在Aquia上面 另外用手動方式安裝自己的Druple 7 最後補充一下 Aquia Druple 跟標準的Druple 7.0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的地方在Aquia呢 再加上了Aquia公司本身的一些模組 這些模組很容易辨識 都是用Aquia這個關鍵字呢 來組成它的名稱 如果你把這些Aquia相關的模組關閉掉的話 那麼它又變成了也是一套 跟標準Druple 7.0一樣的 一套Druple系統 我再補充一點好了 Aquia Druple使用上來講的話還蠻方便的 再者Aquia本身 這套工具呢強調的是一個多網站系統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過 Druple可以是一個多網站系統 它可以在它的主網站下面呢 再建立很多的直網站 Aquia Damp強調的是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安裝成是 很多不同的網站 來使用 下節課我們就準備這樣做 下節課我們就準備這樣做